闺蜜把新娘捧花递给我 打去道 什么时候结婚 再等等吧 小我六岁的男友率先抢断 我却摸着花瓣开口 半年后吧 婚礼准备起来麻烦 她认为我是逼她 揉着没不情不愿的应下 打着单身夜的名声彻夜不归 直到婚礼前一周 她看见婚纱照上她搁的脸才明白 我口中的新郎 自始至终都不是她 一 沈亿今年二十五 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尽管不想承认但还是不得不承认 对比她 我确实有些老了 这是她第几天夜不归宿 我实在数不清 晚上九点 我收到一段视频 沈亿的狐朋狗友发给我的 同时跟着一句 姐姐看看我 我可比沈亿听话多了 我没理会 点开了视频 男男女女在舞池中舞动 沈亿被我养了一身磁白的皮肤 在舞池中格外刺眼 有穿着短裙的女生贴上来 她没拒绝 揽着女生的腰跟着音乐节奏摇摆 旋律到高潮时 女生仰起头 她的手狠狠掐着女生的腰 歪头勾唇笑 女生点起脚 她垂头吻了上去 狼才女貌 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 沈亿的朋友又打字过来 姐姐看看我 我比沈亿厉害得多 我赚了两百块过去 查监控的价格 随后将她拉黑 在我这一切都能明码标价 她只值这么点 二 沈亿心眼了 我早就察觉得到 删了视频 我点开收藏 看婚礼不紧 奶奶年纪大了 她唯一的心愿就是看我出嫁 这是早早就计划好的事 不能因为她耽误 既然她不行 那就换一个 晚上十点 沈亿的电话稳稳打过来 电话那头声音嘹亮 出河 今晚我不回去了 我没说话 她接着心虚式的补了一句 他们知道我要结婚 要给我过单身夜 这句话我记得 她说了七次 那我也就明白了 接着单身夜的名声 她这一周都没回来 电话那边的吵闹声 和喧嚣声顺着听筒传来 冲破了一时寂静 她又喊了声 姐 怎么了 语气小心翼翼含着试探 她静静等着我说话 我抬眼看墙上的钟 一阵恍惚 牛头不对马嘴的说 十点了 三 外人不明白 但是这句话我明白 她也明白 这是以前和她热恋时 她定下的规矩 那时她还在学校 我在外应酬 难免回来的晚 有次将近凌晨才回 她缩在沙发里等我 酒瓶子撒了一地 看见我后迷迷糊糊奔向我 出我开口 出河 不能十点回来吗 她喝得满脸醉态 小心翼翼的试探 那时我们刚在一起不久 她最为开朗的性格 因为我硬生生 变得多疑敏感 我看着她湿漉漉的眼 鼻尖绕着奶油蛋糕的香味 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 所以我给了她一个生日愿望 我说 一周内 那一周 她明目张胆地发消息 出河 十点 该回家了 到后面 她发 十点了 我自己都下意识接上 该回家了 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小游戏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太过心照不宣 以至于我丝毫没有意识到 这个小游戏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呢 我第一次思考起这个问题 也许是她开始工作 也许是她毕业 也许更久 她已经很久没说过这句话 像是笃定 我一定会按时回家 只是因为心卵许下的特权 我想收回 就能随时收回 四 她显然知道我说的什么 顿了半晌 电话那边有人喊她 沈哥 快来啊 真心话大冒险 声音有远其近 意识到她在打电话 吃笑了声 随即说 还没结婚 就开始查榜啊 单身夜都不能过 沈姨没说话 男生拍了拍她的肩膀 笑了出声 快点的呀 沈姨的声音这才响起 她软了语气 喊我 姐 我捏了捏鼻根 收回了外露的情绪 以后你都不用过来了 她似乎是惊讶了一瞬 接着对我说 姐姐 我最后一次的单身夜呀 她说的慢不轻心 实际是在抱怨 抱怨我为什么逼她 上周参加闺蜜的婚礼 威蜜直接将捧花递到我面前 谁都知道 我和沈姨谈了五年恋爱 我对她宠之又宠 今年我三十一 不算小了 威蜜看向沈姨 却调笑地问我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再等等吧 沈姨这句话落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我看着手中的捧花 自顾自开口 下半年吧 婚礼准备起来麻烦 沈姨不想打我的脸 皱着没点头 回家后却发了脾气 联名戴性地喊我 孟初和 有你这么逼我的吗 我才二十五 所以呢 她二十岁和二十一岁 许下的愿望 都是娶我 到二十五岁就忘了吗 五 那场争吵最后没有结果 因为她单方面的争吵 我觉得累 看着她执拗的表情 实在没力气 和她争论到底是不是逼她 她气冲冲地出了门 彻夜未归 第二天告诉我参加单身宴 直到今天 依旧是参加单身宴 她那边人催她催得紧 没等我说话 她自己先挂了电话 等了半小时 她的信息才发了过来 姐姐 我最爱你了 我明晚回家 距离我定的婚期 还有不到半年 我如果不表态 她绝对会用参加单身宴 这个借口来度过这段时间 一方面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而另一方面是满足自己 她长大了 总觉得我离不开她 但是她错了 我早就明白 和谁结婚不是结婚 所以我看她顺眼 就放在身边 她听话就宠宠她 不听话就换 找个干净的 听话的 顺心的 就这么简单 六 沈一不像以前热恋时 缠着我问我要答案 我看着指针过了12点 回了她那句消息 我说不用回的意思是 我们分了 我给过她机会 我觉得自己称得上人之意尽 我正想着 要不要让闺蜜 给我介绍一新人 门突然被敲响 一下接一下 不紧不慢的声音 在深夜里格外明显 我站起身推门出去 雕塑般高大的男人 站在门口 她一只手拎着蛋糕 另一只手指尖明明灭灭 她看向我 认认真真喊我的名字 梦出河 我来不及说话 她又张口 语气认真 我来翘翘我弟弟的墙角 淡雅的声音 顺着夜风飘进耳朵 同样飘过来的 还有酒味 我想起我被沈一带回家时 她定定地盯着看我 那时我想了又想 确实记忆里没有她这好人 如今我又想 依旧确定我不认识她 她站在我面前 眉眼被烟雾笼罩 又开了口 梦出河 考虑考虑我 我抱着手臂站定 看眼前正惊的男人 我和你弟弟还没分手 她垂着头看向我 掐灭了烟 满脸平静的阐述 你们又没结婚 准备结 她跟着说 结了还会离 万一不离呢 她不说话了 语气卑微的小声呢喃 考虑考虑我吧 气 尽管她此时 喝了酒险露出几分软弱 但是我感觉 以后我依旧拿捏不住 我想拒绝 她没给我张口的机会 举起蛋糕塞进我手里 是我大学惯常吃的那家 考虑一下吧 沈一的电话打了过来 铃声叮铃铃响个不停 我接通 那边的声音 没了刚才的气定神弦 紧张焦急 顺着电话传到我这边 姐姐 怎么了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现在马上就回家 我们好好聊聊 面前人上前一步 酒气喷洒在我脸上 我看不出她最没罪 明明面色如常 做的事却疯狂 她丝毫不顾我接通的电话 自顾自的开口 你和沈一不用分手 是我自愿的 我不知道沈一听到了多少 她声音收紧 谁在你旁边 我刚想挂断电话 面前人直接开口 是我 这下沈一知道了 她通着话筒喊了一声 哥 沈一没说话 沈一语气突然轻松起来 哥 你再就好了 你帮我劝劝出河 我明早回去 对边走不开 沈一语气正经 认真地回答 好的 沈一只听见声音 没听见内容 因此放心地把我交给她哥哥 她不知道 她哥哥正在翘她的墙角 爸 我挂了电话 沈一安安静地站在原地 像是等我的审判 我深吸一口气 用调笑的语气说 你回去吧 我对你真没兴趣 骗人的 她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话少能干 喜欢一个人 恨不得把对方宠上天 和沈一谈恋爱时 年纪小 喜欢撒娇年下那一款 谈过之后才发现 有多糟糕 但是我就算 再没有底线 再没有道德 也不会和前任哥哥 无缝衔接 他没挪开脚步 反而看着我开口 和你没关系 是我勾引你的 目光太强烈 好似将我扒开 直直看向我的灵魂 他这句话落 我思考了两秒 随即撤开身体 两秒间我顺了一遍 沈一先不道德 我和他提分手 他哥哥在我单身期间 主动来找我 我们在一起 顺理成章 合情合理 我道德感就是这么低 因为低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很爽 九 我举起食指 看向进了屋后 手足无措的人 约法三章 他抬头 我摇晃食指 一 我们的关系 暂时不公开 我怕奶奶接受不了 他没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 我伸出无名指笔 二接着说 二 我奶奶离世 我们就离婚 他依旧没意见 像个梦葫 我竖起大拇指说 第三个条件 三 婚后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他依旧愣在原地 我就着这个姿势 冲了他幼稚的发力强 带着音效 砰 砰砰 到底是谁的心跳 声音那么大 将主人的心暴露得淋漓尽致 沈安有些嫌弃 随即反应过来 是他自己的 这么多年 得偿所愿 我也有一个条件 尽快结婚 十 行 他是真的急切 我这句话落 他坐在沙发上看起了婚礼场景 我看他熟练的模样 问 以前就准备了 他摇头 边看场景边 回答我的话 没有 顿了顿 又补上一句 以前在想怎么翘强脚 我把蛋糕拆开 坐在一旁 看他挑婚礼场景 草莓蛋糕 我把草莓挑在一旁 他顺手拿起草莓 吃了后问 不喜欢草莓 以前很喜欢 忘了 你为什么就不喜欢了 我点头 夸张地表达 草莓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难吃的食物 他没问为什么 点头认真的回答 知道了 他自然地把蛋糕上的草莓撵走 接着垂头浏览婚礼的相关事宜 凌晨三点 和前男友的哥哥一起筹备婚礼 怎么想怎么滑稽 但是身旁人丝毫不受影响 跳完之后还来问我的意见 这家好吗 请捡这个样式可以吗 婚纱在这家市 我约下月出行吗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把恍惚的口头上的结婚 一下一下落在实地 最后我实在撑不住 进卧室睡觉 关门时才意识到他的亢奋 他起背微弯 身体紧绷 扭头压抑自己的人 客房在这 要不要休息一下 他站起身 顺着我的指尖看向客房 扭头的动作像机器人 我忍不住轻笑一声 他语气正常的张口 不睡了 有钥匙吗 我疑惑 他接着说 我下去跑步 早上回来你可能没起 合情合理 鞋柜上面从左边数第二个 跑远点 别吵到人 他点头 同手同脚的站起身往门口走去 关门前别扭的和我说 早点睡我扭头 他手机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有人给他打电话 屏幕亮的不停 我走近 看屏幕上的妈 随后 消息进来 我听小姨说 你在出河那 你帮你弟弟劝劝出河 不是我想看 是屏幕太亮 是消息一条接一条 小姨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做哥哥的多体量 婚房就你年初买的那套吧 别说骂偏心 反正你误不住 我把手机扣在桌子上 抬脚进了卧室 他妈妈的语气 真让人恶心 十一 第二天 我是被饿醒的 前一天一点没吃 爬起来后 想去厨房找点吃的 出卧室门一眼 便看见沈安 他规规矩矩 坐在沙发上 还是昨晚的姿势 带了副瓶光镜 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 他见我起床 摘了瓶光镜 站起身进厨房 奶黄包和豆浆 吃吧 热的 我一口口吃着奶黄包 看他工作 他见我盯着他 没去带瓶光镜 把电脑屏幕转向我 请捡这个样式行吗 我这才看清楚他在忙什么 他为结婚做了个PPT 正经古板 用的还是最普通的格式 我捂着肚子笑了出来 怎么会有这种人 闪而阔微微泛红 但是举着电脑等我笑完 我看了一眼简陋的PPT 不知道怎么就戳到了我 又笑了出来 他看见我笑 也跟着我笑 他是桃花眼 双眼皮折得很深 一双眼黑白分明 显得整个人莫名凶 但是笑起来后 上眼皮弧度大到显得多情 一双眼睛深邃乌蒙 蕴藏着说不出的柔情 我看他 他也看我 气氛突然就有几分隐匿 突如其来的开门声 打破了暧昧的气氛 出河 我回来了 沈一回来了 距离我们吵架一周多 他第一次回来 12 哥也在啊 沈一和沈安打招呼 沈安将电脑屏幕转了回去 我又咬了口奶黄包 扬倒在沙发上 回答沈安的问题 第二个样式好看 沈安轻轻嗡了一声 沈一觉得气氛奇怪 但是不知道哪里奇怪 干脆凑到我身边 姐姐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他说是想来牵我的手 被我一把甩开 他没有接着为自己辩解 垂下头疾快的道歉 我错了 以前吵架时 总是他先低头 但是他低头归低头 从来不改 我早就察觉到了他的敷衍 屡次说要解决问题 但是他只想着 将问题快点翻页 嗯 他也许是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 开口试探我 是不是我朋友 说什么不好的话了 他说着就来牵我 却被沈安打断 出河 这个婚纱怎么样 13 我顺着看了过去 他眼光不错 经典款 我点头 沈安接着说 那先待定 沈一突然发现 插不进我们的话题 他看着沈安愣愣张口 哥 沈安不说话 沈一便自顾自操到他身旁 对着电脑看了半晌 最后张口 哥 谢谢你啊 你这PPT做得好细致 他以为他哥帮他做的 我让他下一句就是 哥你发我一份吧 沈安眉眼压低 放下电脑 一只手控制不住地钻紧 看了看我后 他才含糊不清地回答 还没做完 哥你真好 这周回家 我让妈给你做好吃的 你喜欢吃辣是吧 我记得呢 沈一开心了 又围着我转 姐姐 我们婚礼什么时候啊 我咬下最后一口奶黄包 含混不清 沈安先回答了他 一月后 奶黄包的味道散去 我才闻到沈一身上 细微的香水味 果香 我从来不用那种 他震惊 怎么提前这么多 一就是沈安回答 早点定下来好 沈一看皱着没回答 哥 我才25 虽然他和他哥说话 但是却看着我 眼里满是抱怨 他以为提前婚礼 是我的意思 沈安问他 所以呢 沈一回答不出 扯开了话题 闷闷开口 那群朋友组织常旅游 下午走 大概半个月 14 想去就去 我咽下奶黄包 终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毕竟他和我没什么关系 沈一开心了 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 下意识想把脑袋埋进我的肩膀 沈安又一次打断 出河 来看看这个 我站起身 走在他身后 越过他的肩膀看屏幕 上面不是PPT 而是几个字 我有点羡慕 不是生气 不是嫉妒 是羡慕 沈一已经拿起手机计划出游 我转身进厨房 沈一在我身后 给他朋友发语音 下午出发 单身旅行 我抱出半个西瓜已在门框 沈一还在为即将开始的旅行激动 沈安站起身走向我 顺手接过西瓜 熟练的切块 装盘 将西瓜端出去 又开始处理芒果 沈一此时在客厅打电话 压着声音小声说话 空气中是水果切开的清香 我不知道他羡慕沈一什么 只能凭着感觉安慰他 我允许他行使未婚夫的权利 将他压在厨房抹杀门上 接了一个短暂的吻 15 沈一走前仰着下巴 拜托他哥 哥 婚礼你帮我准备一下 下巴又回来你就轻松了 沈安捶着头 不声不响 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 等沈一走后 他才问我 什么时候能去看他奶奶 我说 很快 沈一旅游的第三天 他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告诉我 沈一小时候有心脏病 话里话外都是要我大度 我敷衍的嗡嗡了两声 扭头在热搜上看到了沈一的脸 应该是篝火晚会 年轻的男男女女围在一旁 沈一那张脸格外出色 牵着一个短头发女生的手 脸上挂着张扬的笑 围绕着篝火 视频配文 年轻真好 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参加篝火晚会 我点进他的主页 最开始每条视频总有沈一的身影 要么是一节手臂 要么是后脑勺 要么是衣角 后来沈一开始出镜 大大方方的配合着女生的要求 年轻真好啊 但是我没时间管他们的事 沈安安排得太慢 我要看房 要是婚纱 还要领证 太忙了 我要早睡 十六 沈安定的请柬终于送到 他一笔一画地写下我们两人的名字 他没练过字 但是提笔很认真 起背挺直 对待每一份请柬 像是对待什么宝物 他白天忙 晚上写 我睡觉 他就下去跑步 等我睡醒 他又开始写 我怀疑这些天他没睡觉 为了让他放松 干脆领着他去看奶奶 奶奶的精神好了点 依旧认不出人 她的记忆模模糊糊 拉着我喊我 乖乖 跟奶奶回家 又拉着沈安喊 小姨 小姨 要不好出河 在她眼里 我还是那个需要照顾的小姑娘 奶奶喊错了人 沈安也不纠正 蹲在她面前 方便她签 认真的回答 我知道的 奶奶 十七 奶奶精神时好时坏 她记得沈姨 这是最难办的事情 但是沈安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让我不要担心 沈姨做的 她也能做 甚至能做得更好 她认真的说 我绝对会让奶奶放心 我比沈姨更好 沈安更忙了 又准备婚礼 又照顾奶奶 又要回来和我商量 整个人恨不得忙成三半 但是她没有任何怨言 以前我忙 沈姨没课 就去照顾奶奶 如今变成沈安 医院里应该是有人 有沈姨联系方式 打电话过去询问 她出去旅游一周 第一次给我打了电话 姐姐 我哥在照顾奶奶啊 对 她有些慌乱 语气含着几分愧疚 奶奶让我哥照顾吗 还是等我回去吧 我天天照顾奶奶 她毕业后 我工作轻松了下来 我有大把的时间 去医院看奶奶 但是她好像忙了起来 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多久没去看过那位老人 说起来也奇怪 我最忙的时间 竟然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 我回答她 不用了 她换了话题 婚纱等我回来拍 我妈明天先带你去看婚房 哪不满意和我说 我挂了电话 沈安在厨房烤曲奇 满屋子都是香甜的味道 语音外放 她应该听到了对话 她把第一盘曲奇 放进碗里端出来 塞进我手里 告诉我 明天我们也去看婚房 她想了想补上一句 和我妈一起 我没说话 她又补上一句 明天去看房 然后领证拍婚纱照 下周婚礼 我笑她 这么急 她不否认 大大方方的承认 很急 十八 第二天岛上 沈姨妈妈在楼下等我 我见过沈姨妈妈 那时沈姨和她撒娇 她笑得很温柔 但是我没想到 她和沈安的相处 会和沈姨完全不同 她看见沈安 脸上收了笑 带着几分僵硬 等我们走近 她才开口 去看房子 沈安点头 随即拉开车门 我坐了进去 她站在车外不知所措 还是沈安开口 她才上了车 拿纸巾不停地擦汗 沈安比她妈妈 更了解婚房 全程和我解释 她指着门口 等你搬进来 可以买一块粉色的地毯 你应该喜欢 吊灯款式简单 她指着说 你可以换色调我不喜欢 还没开口 沈安抢先 新的颜色 估计你也不喜欢 可以换 沈安妈妈跟在我们身后 沈安指着每一个地方 说她未来的想法 挺好的 很真诚 转完了整个房子 沈安妈妈终于找到机会 开口问 出河 打算什么时候和小姨是婚纱呀 这些事都是沈安计划 我一时迷惑 下意识看向沈安 她回答了她妈的话 后天 后天小姨还没回来啊 没人回答她的话 沈安妈妈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 把她叫进卧室 我没道德 我跟着过去偷听 你做哥哥的什么意思 那是你弟妹沈安不说话了 任凭他妈妈骂她 新片成这样 我刚想打断 沈安先说话 妈 我走了 你干什么去 去医院照顾出河奶奶 这句话将一切都撕开 沈安 她间隙的声音响起 那是你弟妹 我听见沈安的回答 很快就不是了 19 领政那天 沈安罕见的穿了白色 迫不及待的拉着我出去 出门前 我接到沈姨的电话 她在那边追追关的问 姐姐 你最近刷视频了吗 刷了 沈安垂着眼 静静等我和她通话 我上前一步 牵起她的手 对电话那边的人说 有事吗 没事我去领政了 沈姨语气收紧 显然是知道 看房那天发生的事 但是她语气轻松 姐姐又乱开玩笑 我还没回去呢 怎么领政张一桥 照片一拍 就这么领完了 只不过 照片上不是陪了我五年的沈姨 而是相处不到一个月的她哥 沈安举着手机 对结婚证拍了又拍 郑重地把结婚证收了起来 一遍一遍地看那些照片 我在做梦吗 她就会面无表情 没想到却看到她通红的眼 她突然抬手捂住额头 眼泪大颗大颗的掉 我有一瞬间正愣 没想到她这种性格竟然会哭 导购员把纸巾递给我 笑着开口 你们感情真好 我接过纸张 拎着裙摆去擦沈安的眼泪 她眼泪滚烫 整个人都止不住细微的颤抖 颗颗眼泪不偏不倚的滴近我的心口 泛起涟漪 最后引发山河倒塌的轰隆去想 我想约法三章 第一条我要违约了 婚纱照拍得很漂亮 除了沈安通红的眼 拍完后 沈安妈撒着手机一张张的看 边看边擦鼻子 我把她的头扭正 问她 你爱恋我 她睫毛长 此时一缕一缕的黏在一起 下眼瞼通红 鼻尖通红 大大方方的承认 嗯 我暗恋你 也许是不经常哭 她说话时 眼泪控住不住 又掉了下来 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 仿佛势必要让我心软 心疼 忍不住给她拥抱 哄她别哭 将所有温柔都摊开在她面前 她一边解释 一边掉眼泪 将我的心口砸得软成一片 暗恋你好久了 她知道我喜欢你 就去接近你 她追你的方式 都是我笔记本上的 草莓蛋糕 我知道你喜欢 约你去滑雪 是我想出来的 她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一边给她地址 一边听她断断续续的解释 丝毫没有注意 手机连续不断的电话 拿到婚纱照时 我发了朋友圈 结婚 配着两张图片 一张是沈安望着我眼眶通红的照片 另一张是红底的结婚证 上面写着 孟初和 沈安 21 我没回家 回了沈安的房子 她进门后 也许是意识到失态 垂着眼不看我 我去洗澡 出来时 她把结婚证正正的 摆在客厅中央的橱窗里 仰着头看了又看 像是骤然得到糖果不敢吃的孩子 她见我出来 侧头看我冷冷开口 初和 我坐在她旁边 听她接着说 我羡慕沈怡 初中我养条流浪狗 沈怡要了过去 一周后狗就死了 高中时我的作文被展出 隔天就被泼上墨水 换成沈怡的 我胃疼 吃不了辣 沈怡喜欢 所以他们觉得我也喜欢 我的车 我买的第一辆车 妈让我让给沈怡 我暗恋你好久 沈怡和你在一起 她碎碎念 想到哪说到啊 最后只一句 我想要的从来都留不住 轻得像叹息 但是实实在在落在我心里 也许是同病相怜 我吻了过去 像是吻另一个自己 约法三章 第二条 我要违约了 太合拍 我不想分开 二十二 第二天我是被吵醒的 拖着酸卵的身体起身 推开门 客厅橱窗被砸了 沈怡咬着牙脸颊 亲自的站在客厅 沈安脸上被玻璃滑了一倒 沈怡看见我 跑过来压着弄火问 什么意思 我没理她 走向沈安 用睡衣袖口擦了擦她脸上的血迹 结婚症呢 沈安闷闷回答 被撕了 沈怡从身后拽我 双目通红 梦出河 你什么意思 我这才看向她 提醒道 我记得我早就说过分手了 她也许是想起彻夜不归的一周 也许想起我说的分手 也许想起那个PPT 也许想起我说的那句 被她视为笑话的领证 我们在一起五年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们在一起五年 奶奶呢 她不会同意的 奶奶最疼我 但是她义无反顾地 吻上陌生女孩的嘴时 乐此不疲地参加 打着单身旗号的暧昧旅行时 怎么没想到 我们在一起五年 奶奶时而清醒 她察觉到了什么 已经不再喊小姨 她现在拉着沈安 一声声喊小沈 谁对我好她就喜欢谁 沈妈妈也来了 她看着沈安 抬手重重甩了她一把掌 沈安的脸侧过 嘴角渗出了血 你这么对你弟弟 你要不要脸 我将沈安拉在身后 对着毫不讲理的两人说 从我家出去 她看见我 又看了看我身后的沈姨 最终控制不住 扬起手想打我 预想的疼痛没有落下 沈安拦了下来 她说 因为你是我妈 你打我可以 但是别打我老婆 沈姨被这句话刺激到了 踩着一地碎玻璃 你说谁是你老婆 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 等我反应过来 两人已经扭在一起 虽然两人是兄弟 沈姨打不过长年健身的沈安 很快落了下风 沈妈妈被我按在沙发里 她只哭 骂我骂沈安 你太偏心了 她停了哭声 开始反驳 沈姨是弟弟 她性格软弱 我只是照顾她多一点 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最后他们被保安抓了出去 沈安脸上也带了伤 沈姨挣扎着不走 她一声又一声地喊我 我抬手甩了她一巴掌 沈安被打无所谓 但是我护短 我不打长辈 我能打你 他们走后 沈安蹲下身 沉默地扫干净玻璃 又一点点从那堆玻璃里找结婚症 一点点拼起来 像是拼破碎的自己 我蹲下 拍拍她的头 没关系 以后我给你个家 二十三 婚礼当天 沈安爸妈没来 我爸妈也没来 我们两个人邀请了好友 凑在一起办了场热闹的婚礼 奶奶坐在椅子里 她拉着我的手 喊我乖乖 又拉着沈安的手 喊小沈 如此反复 沈安一次一次地阴塌 奶奶笑了起来 这事上 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她 我怕她因为沈安是沈姨的哥哥心有姐弟 但是还好 沈安当初说的确实做到了 奶奶对她很放心 沈姨来找我时 沈安在厨房学一种新的甜点 她站在门口 眼下清黑 姐姐 如果我没有任性参加单身夜 我们会结婚 我接上她的话 她愣在原地 不知道想到什么 我接着说 婚后 你会有无数理由去参加各种宴会 然后出轨 我们分手 你哥来告白 我还是会和你哥在一起 你怎么确定 婚后我就会参加各种宴会 最后出轨呢 她又钻了牛角尖 我看着她执拗的模样回答 因为你参加单身夜出轨是事实 规避一次 还会有第二次 沈安在我身后轻轻喊我 出河 尝尝心口味 沈姨越过我 冲沈安喊 你以为她会喜欢你多久 我们五年 她说放下就放下 你们呢 见面才一个月 撑得过一年吗 沈安站在我身后 没回答她的问题 只说 我和老婆要吃饭了 然后轻轻关上门 晚上睡前我问她 你觉得我们能坚持多久 她吻了吻我的指尖 不限制你的自由 我记得呢 我明白了 决定全载我 24 婚后不过半年 我被一个年轻小男孩缠上了 一个实习生 总在我眼前乱晃 又甜又腻的叫我姐姐 某天签合同回得晚了 上了车后才发现 是她开车 她把我送到门口 在我下车门后 一把拦住我 我冷了脸 亮腔着脚步推开她 扭头就看见 沈安站在台阶前 我冲她喊 不过来扶我 她听见我的声音 这才走过来 垂着眼扶我 回家后 我戳她的脑袋 不生气 她不回答 顿了半场才说 这是你的自由 我又去戳她的脑袋 告诉她 那我现在让你男生上来 不行 不是我的自由吗 她又不说话了 出去拿泡芙进来 我错了 你教我我就改 没错 是我说的婚后 不许限制我的自由 我吃了泡芙回答她 你没错 接着认认真真的告诉她 我谈的每一段恋爱 都是正常的 不存在脚踏几条船的情况 但是她的焦虑并没有缓解 眼下的清黑 一天比一天重 自从男孩缠上我 她没有睡好一个觉 不肯查我手机 也不肯问我 就是内耗自己 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没安全感 又一次半夜醒来 对上她那张装睡的脸 我揪她耳朵 作废了作废了 你管我我就听 算了 约法三章不差那一条 她睁开眼说 没什么要管的 是你的自由 我盯她许久 她把脑袋埋进我的肩膀 闷闷的声音传来 把那个男孩开了 早点回家 记得给我发消息 出差提前和我说 我一睁眼 你不在我会慌 当初拿枪做事的约法三章 一条都没遵守 只是我心甘情愿 番外 沈安 一 我暗恋梦出河 很久了 追她的方式 想了无数种 最后报了她梦想的大学 她却报了另一个 两个学校一南一北 身边有我们相熟的好友 说她大学后 男朋友一个接一个换 但是我认识的梦出河 对待感情很认真 面对我的表白 会红着脸拒绝 高中不能早恋 我偷偷去看过她 那天下雨 还仰头看了雨滴 也许是我看她的时间太久 她扭头来看我 问我 加了好友 我加了 跨越一千多公里 来陌生的城市 加了好友 不亏 后来我才知道 她父母早就各自 组成了新的家庭 为了让她高考 才暂时隐瞒 高考前夕 她还是发现了 当时我想着 等我毕业 更好一点再去见她 毕业后 我想着 等有房子有存款 再去见她 面对喜欢的人 总是自卑的 更何况是 从小到大什么 都留不住的我 我想给她最好的 让她在我身边 停留的久一点 后来 就是她和沈一 在一起的消息 没有关系 不超过两周 他们就会分 我这么安慰自己 但是他们不止两周 五年 他们在一起五年 梦出河不经常发朋友圈 除非很开心 她发了两次 一次是沈一带她滑雪 一次是生日时 她面前的草莓蛋糕 这都是我记在笔记本上 想和她做的事 当沈一把梦出河领回家时 她微微仰头 像是在说 看 你喜欢的女生 要和我结婚 我总是懦弱 总是慢一步 二 沈一去参加单身夜 她迷上一个短发女生 我看见沈一和那个女生接吻时 觉得胸口又酸又胀 梦出河知道 要伤心了 我坐在梦出河门前 拿了包烟 梦出河的头发过儿 只有我 第二天就捡了板寸 我给自己一包烟和一瓶酒的时间 如今 房子有了 车有了 存款有了 我却听见自己的心脏不安的跳 此时我想的 不是要不要推开身后的门 而是推开后 梦出河不要我怎么办 这场压缩时间迎来的山崩地裂 以及灾后重建 我始终一个人面对 也只能一个人面对 我站起身 抬手敲门 看见她的脸 话很容易就脱口而出 完全不需要思考 梦出河 我来翘翘我弟弟的墙角 三 我终于睡着了 无名只套着一个戒指 偏头就是梦出河的脸 大半年来 终于睡了一个觉 我是胆小鬼 他也是 他想说照顾我的感觉 那我就刻意地把自己的疤痕全录出来 全部展现在他面前 暗恋 不公 还有羡慕 全部都放在他面前 结果是好的 我得到了一个戒指 手机上数不清的未接来电 我没理会 我下床提前守在门口 直到十点 沈一才出现在门前 太晚了 梦出河昨晚十一点半发的照片 要是我赶最早的火车 七个小时就能回来 他咬着牙 攥住我的衣领 你是我哥 我反手按住他 原本我想的是 和他谈谈他偷看我笔记本的事 再好好和他打一顿 但是此时他站在我面前 那些突然就不重要 鬼使神拆斑的 话不自觉就流露出来 小声点 他在睡觉翻外 草莓我忘了我为什么不吃草莓 我夸张地说 草莓真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难吃的食物 沈安没问为什么 只是往后的生活中 草莓真的没有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那是一年冬天 有小孩举了一串糖葫芦 他察觉到我的视线 问我要吃吗 我摇摇头 这么晚了 找都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沈安没有理会 他自顾自的开口 他从这边过来的 刚吃了一颗 说明没有离很远 刮着风 下着小雪 他陪我找一串糖葫芦 最后七扭八拐 终于在一个巷子里找到了小贩 咬下第一口 我想起那年夏天 那时我已经知道 爸爸妈妈感情不合 但是他们信誓旦旦告诉我 爱不会少 因此我的情绪算是稳定 迟到那天 小女孩穿着裙子 敲响了我家的门 他说 姐姐 我来找我妈妈 妈妈从我身后走出 他惊讶 你怎么来了 我过生日 那天妈妈跟着他走了 我不闻不问 早早给他发消息 回来的路上 把我买点草莓 掐着点等他回来 但是他忘了 因为给另一个女儿过生日 他回来时已经十点半 他说 家附近的水果店关门了 我没说话 穿了鞋出去 一步一步走到水果店 他骗人 没关门 就是他没看见 或者看完消息后 忙着给另一个女儿过生日 就忘了 我拎着一袋子草莓回去 他看见后脸色一变 你非要这个时间吃草莓 冰箱里不是有苹果吗 我非要在这点吃草莓吗 我到底想证明什么 我没理会他 自顾自的把草莓洗干净 咬了一口 又酸又涩 那口草莓让我崩溃 不得不接受了 我是没人要的小孩的事实 此时我咬下 沈安七牛八拐 才找到的糖葫芦 仿佛咬到了那年的草莓 是甜的 晚安